NBA球星大多身价不菲,他们也多深悲各种大言,与体育品牌的签约是最知名也是利润最丰厚的,他们不仅可以得到免费的运动品赞助, 而且公司还会为他们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来扩大销量,这些球星品牌终不乏一些构思巧妙独具匠心的球星个人logo,下面让我们来说说那些经典的球星标志,巅峰玫瑰是几乎无解的存在,因此到时,埃迪达斯不惜重金钱下他,并为他设计了经典的个人logo,由四块图案拼接而成的玫瑰形状,代表着螺丝的英雅明Rose, 中间巧妙留白空缺出字母帝,是螺丝名字的首字母缩写,中间的数字一代表螺丝场上升P1号战袍,如此巧妙和多重律意,堪称球星品牌设计的经典,相比螺丝,麦迪的标志也不落下风,麦迪被球迷们爱称为T-MAC这是他姓名的缩略,而这个标志上半部分正好将T和M巧妙的结合,在了一起并且构成了类似篮球的纹络, 代表了麦迪对篮球的掌控和超强的得分能力,底部很有明显的数字一,同样像盯着麦迪身P1号征战沙场,艾福森的标志则要简单得多,一眼就能看到了的是字母2和数字3, I是艾福森姓名的首字母,3代表了他身穿3号球衣,值得一贴的是3在标志中,像是被中I上高速分离出来,是2的一部分,借此来象征艾福森在场上反应瞬节,极具杀伤力的特点, 保罗被球迷合眉,提称之位CP3,是他英文名Chris Ball,的缩写,3同样代表球衣号码,这也是他个人logo的设计理念, C和P的结合留白巧妙,的控除了三只个数字,二者结合融为一体,向兵保罗出色,的结合球能力和卢火纯精的控球技术, 安东尼的标志是最具辨识度的,不需要什么隐晦的含义一眼就能认出,标志上方直接写明了Melo是球迷在安东尼的爱称, 英文的瓜叫做Melo发音与Melo迹象,因此前瓜这个外号也随之而来, 说起来很多人还不知道姚明竟也有个人logo,而且寓意是相当丰富, 从整体上看这个标志像一个短牌,代表着大姚的禁区防守能力数一数二, 内部从上到下,以刺是十一代表姚明所穿球衣,中间是Y和M的穿插情接, 而且整体的标志看起来像是一个猴子的脸,灵感来源于姚明的生肖是猴, 而且取材于代表中国的七天大圣孙悟空的脸谱,不得不佩服设计师的脑洞, 这么看来杜兰特的设计师算是不走心的, 从标志也只能看出杜兰特名字KD的缩写,而且K还是一半, 标志整体看上去Q感十足比较可爱, 也比较符合杜兰特在畅上较为温和的性格特点, 科比的标志乍一看,似乎看不住个所以然, Marty官方也在起初放手是给出了官方的解释, 这个Lobo像三个剑鞘,像着不同方向延伸, 而这也代表了剑科忠诚,心意,莲齿,尚武,名誉等特质, 同时标志中还暗含着科比的缩写K合比, 官方解释,毕是真没看出来,作为安德玛捡到的宝, 库里已经成为他们旗下最大牌的球星, 他们也为库里设计了独特的标志, Logo ESC,是Steven Curry,的首字幕缩写, 同时有项数字30也代表库里申批荣是30号球衣, 作为如今联盟最自首可热的空位军衣, 耐克也为欧文推出了个人品牌, 标志演习了一贯的球人姓名首字幕缩写理念, K代表欧文,中间的罗马字幕二标志欧文, 当时在骑士队身穿二号球衣, 有趣的是随着欧文转会开尔特人球衣变成了11号, 强行两个树杠和罗马数字,二也说得过去, 詹姆斯是为数不多的进行过标志更化的球员, 早期的标志较为繁杂不宜一目了然, 仔细分辨的话仍可以看出, L、B和J的字母组合, 左下角还有皇冠的标志, 象征小皇帝外国求你媒体都叫他给, 后期詹姆斯的标志简单明了, 一眼看去就是皇冠的样子, 下方也能体现出L和J的标志, 作为影响力最大的标志, 乔丹的个人品牌就是一个传奇, 可以说没有乔丹就没有Narty今天的成功, 乔丹的标志没有把锁的图形拼接也没有什么疑会的含义, 就是乔丹在口栏拾起跳的剪影, 动作舒展自如看一眼就过目不忘, 类似剪影的logo, 怎么能少得了奥尼尔, 这动作一看就是鲨鱼莫属, 标志性的双手包扣是奥尼尔最具代表性的动作之一, 每次他在场上做出这样的动作时, 都会令球迷观众热血沸腾, 伦纳德的标志一目了然, 他的大手是他最大的特点, 他签约了乔丹的个人品牌AJ, 但同时又为他设计了自主的标志, 仔细看他会发现手掌上类似的掌纹, 构成了K和L的字样, 是K-Y Leonard的缩写, 利拉德的标志同样有含有姓名寓意, 下方的L和上方图案结合构成了笔, 而且L尾部做了伸展扩展很像鸟的寓意, 像盯着利拉德在场上, 吴与伦比的速度和犀利的进攻,